先说说网恋 互联网时代月老的红线化作网线 牵起了无数单身人士的血桥 网线那头的恋人身份不同 性格各异散发着神秘的魅力 剧本的主角之一 我们暂且称为王女士 31岁 单身 这天她在网上刷到了一个相亲帖 因为我刚好刷到 然后就点了个赞 然后她就私信 同一小朋友私信联系我的 之前有没有相亲的经历 有过 是同学朋友推荐的那种 像线上这个交友相亲有没有 没有 家里比较催着赶紧相亲结婚还是 那也没有 家里还好 就是我自己可能说有点急 渴望一段缘分的王女士 遇到说是同样打算在杭州发展的高先生 两人畅想未来聊规划 分享美食与美景 聊得深入了 对方通过QQ发来一个叫 新华财富会的程序 让她下载后注册会员 说会指导她买大小或者单双 王女士第一次买了520块钱 寓意很好 收益也不错 第二天提现就赚了120多 因为我我对这种理财的话我是不会我也不会去去去去在意的然后但是她的话就就会一直在讲说嗯 钱的话都是要这样去滚东西来才能更赚更多的钱不是说靠时工资这种的一些话会一直在跟我灌输 为了让钱滚起来王女士又陆续往里面充值3万20万30万50万 统共89万 在各大借贷平台上欠下了债务 这过程听起来有点上头 另一位郑女士也深有体会 前面的话直接有一次是提现了一个5万6 后来她跟我说又让我直接再给她充了一个一个5万5 后面再是一个3万多 再又给她充了个2万 就这样就已经加起来10万多了 后面的话最后她说要有一个期限也是有一个5万块钱的税金 郑女士口中的她是在婚恋网站认识不过大半个月的网友 这一波操作算是掏心掏费又掏钱 剧情走到这儿两位男主角开始失联了 所谓的充值平台不是打不开就是无法登录 账户里还没提现的钱也化为了泡影 接下来有个特殊的剧情走向 想到薛寒问暖的男友竟是违法犯罪的骗子 同样受骗45万的刘女士 在警察叔叔的指导下开始绝地反击 居然把人成功约到杭州奔县 她把自己包装成就是说一个说白了就白富美 富婆了 让对方觉得她很有钱 第一个损失这么多钱反正也不在乎 我骗她的是她感情 聊感情都是我聊的 说到钱的我就不管了 又不是我聊的 大哥你去年罚好不好 首先你扎她骗她的目的是为了骗感情吗 是骗钱吧 我不知道 本以为能和刘女士白头偕老的刘某 没想到遭遇了一场无间道 这位隐秘的恋人现身后 坦白自己是从境外诈骗团伙逃回来的 那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天天任务都不够 聊天也不够干嘛也不够 打了不是一次两次 饿了我饿了我几顿 而且拿手铐把我摔在那个钢管上 我说我做不了不想做了 他想赔钱我没钱 剧本走到这儿我们来复盘 这些故事始于恋爱 热于投资 忠于诈骗 不法分子在婚恋网站 聊天交友工具这个猪圈里筛选目标 再通过大同小异的聊天话术 和受害人相识相知相恋 撒下饲料确定关系 再诱导受害人做所谓的投资或博彩 以此骗取钱财 你把人家当对象 人家把你当猪仔 剧本的真相就是杀猪盘 老话说千里姻缘一线千 网线那头的恋人 也许是你的意中人 也可能是警察叔叔的犯罪嫌疑人 网络世界是虚拟的 银行余额是真实的 当骗子发出信号 谈恋爱吗 倾家荡产的那种 务必反手拉黑举报 警惕套路 攥紧兜里的钱袋子 觉得有道理的 记得随手转发 告诉身边的亲友 要不要把黄庆远记者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